魚就夠多了 不過這麼軟就沒有條打到 這些就正宗有得看沒得吃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來到十月尾 日潛逃手打魚的季節都差不多到尾聲 那就要等到明年三四月開季 再下海打魚 經常有朋友留言給阿火 問香港怎樣才可以用魚槍打魚 今集就等阿火和大家說 在香港用遮骨或者士鈴打魚 就不需要牌照 但如果想用魚槍打魚 就要申請牌照 有興趣拿槍牌的朋友 首先要學一個開放水域潛水課程 完成後再學一個潛水狩獵課程 學完就可以去警察牌照科申請的槍牌 如果沒有案底和精神病紀錄 一般人都可以申請到槍牌 申請槍牌的流程就可以問你的潛水教練 槍牌的年費是2730元 每年都要去警察牌照科給錢 平時的魚槍要鎖在家的槍櫃裡 警察每年都要去你家檢查槍櫃和魚槍的情況 如果你要離開香港48小時 就要向警方申報 麻煩就麻煩了些 不過壓火難玩就沒辦法了 一個槍牌可以讓你擁有兩支槍 一般都會選一長一短 視乎水質的情況 看看拿哪支落海 水清拿長槍 水軸拿短槍 短槍的好處是靈敏些 在水底轉方向速度快很多 但它的好處是射程比較短 魚在外面游就沒辦法打到它 尤其是這些水清的情況 魚就夠多了 不過這麼軟就沒條打到 這些就正宗游得看沒得吃了 在水面見到幾條紅油游來游去 拿著這短槍 只能讓它游過來才可以開槍打它 游會這麼好游到這麼近 中了 這麼清水拿著短槍 有些紅油打一下也算是這樣 見這麼清水 都是上船換著長槍穩陣些 水清的時候 我們一般會用長槍 它的好處是射程比較遠 由於橡筋都會比較長 所以威力都會比較厲害 但是它的不好處是放水比較慢些 尼遠見到黃納蔥在吃東西 這些時候用長槍就適合了 尼遠抽擊它中了也不知什麼事 咦!打中了 打中這個位置不能走了吧 嘩! 長槍短槍各有各好 有時候出海之前不知水質的情況 兩支槍都帶出海 就適合了 嘩! 見到跟頭三刀在外面游一下游一下 這次發達了 這個位置長槍都未必夠距離 要游前多一點 伸直之槍才有機會打到它 嘩!死火了!為何它塞不到出去 阿邪!原來浮泡卡住了一塊石 弄到我打不到三刀 還要拖著 拖著浮泡 打雨就麻煩很多 不過其他船 見到浮泡就不會洗 有時候的東西 真的沒有兩全其尾 真的沒辦法 嘩!好累啊 這樣玩法整個人都散了 在上水之前 記得要鬆掉這條橡筋 不然上船就很容易發生意外 上船的時候 槍頭向下 這樣就不會刺到朋友 雖然拿個槍牌都很麻煩 不過作為一個嗜好 麻煩一點也沒辦法 今集阿火會和大家做一個 招絲腐乳半魚塊 做法非常簡單 先準備幾片薑 用來煎魚用 然後準備半個紅蔥頭切粒 紅蔥頭切成絲 紅油清除內臟和打完輪後 用廚房脂吸乾表面水分 用三回切的方式切兩邊魚柳 開魚頭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點 要小心把刀不要解傷手 戴上手套或者用毛巾墊住就安全很多 魚頭灑點鹽, 放入焗爐焗也很好吃 把魚柳切成件 這次不需要蓋魚皮 放入焗爐焗, 白胡椒 魚塊, 加適量鹽, 白胡椒 和兩轉腐乳 和魚塊攪拌均勻, 醃15分鐘 魚塊煎之前, 先上粉 煎魚前, 先煮蕉魚醬 先熱鑊下油 然後把紅蔥粒和辣椒絲放入爆香 然後加入六磚腐乳 再加入兩湯匙玫瑰滷酒 然後加入三茶匙糖 再加入一湯匙芝麻油 用慢火把腐乳和糖煮溶 煮完醬之後, 開始煎魚了 先用幾片薑開鑊 然後把魚塊放入鑊裡煎 煎至兩邊變金黃色 煎至兩邊變金黃色 把魚塊放入鑊裡 然後把魚上加適量腐乳醬和紅辣椒絲 即是完成了, 豬乳半魚塊 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可以吃了 吃了 嘗嘗嘗 首先猜不到味道 你來的汁,有這麼多汁,你還要蘸汁 我喜歡 吃不吃? 猜不到辣,坐飛機去 真的猜不到 怕辣的,不要吃辣椒豉 好吃 轉頭沒有了 你想拿什麼? 我想拿一個碗 我覺得剛才的汁不夠 真的要蘸一點 這汁用來蘸什麼好吃 蘸餅 秋冬,好味 秋冬,蘸餅,很適合 怎麼沙律 真的很忍 你很忍耐 腐乳不能蘸沙律菜 焦絲腐乳 焦絲腐乳 焦絲腐乳通錯 為什麼焦絲腐乳不能蘸沙律菜 嘩嘩,更厲害 這個醬真的可以 老實說 可以嗎? 剛才我不餓 吃下去就錯了 沙律菜點,沙律醬已經是歐了 沙律菜應該是點負責 好像你吃泰國菜一樣 用魚包和三菜 焦絲腐乳 焦絲 一邊吃一邊煮一邊吃 打貓 今集我們說到這裡 下集回來再見,拜拜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